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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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们两个找死啊 为什么要停车啊 人有三级嘛 送给他面去 那我也去 免得他一会儿轮到我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鞋埋了 碰上你们这两个王八辈 哎呦 哎呦 我也尿急了 哎呦 能回家我就安心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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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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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竟然不看老娘 喂 你们不想活了是不是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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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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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人 别别别 滚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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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过来 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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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跟华姐 你知道华姐是很疼你的 翠翠 华姐怎么是卑鄙的 翠翠 翠翠 你放过华姐了 华姐都是卑鄙的 你原谅华姐 翠翠 你放过我 你也放过我 你自己 你不要再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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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别别别 就这 就这你别过来 华姐错了 当时情况一发不可收拾 我 是在为卖帽 再把你给分了 然后 嫁祸给那个女补宽 要不然 我都不了干系啊 翠翠 你也知道华姐 这么辛苦拽姐 就是想安度完结 可是 可是 可是你一直在添乱啊 华姐 华姐 华姐这么做 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们想 我们想 带你回老家呢 翠翠 你原谅华姐啊 翠翠 你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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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翠 你原谅 你原谅你原谅我 又原谅我 补宽 沏 因为 Gear 大人有鬼啊 鬼 降 cooking 我不是鬼 你不是最队 舍 你 柳春花已经承认 杀害了我姐姐 而且把她分尸 我劫死的猴子 请大人一定要替我姐姐报仇 让她灵魂得到安息 你姐姐 把她抓起来 是 果然是铁杀杖 好 还不敢会抓人 老实点 别动 别动 钱 钱 我的钱 独孤则男 多谢大人 姑娘 我们会替你姐姐讨回公道 放心吧 古丹大人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的身份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不要 为什么 我已经不想知道 那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 跟我相估好好地生活下去 也想跟爱丁宝过 为了我们的儿子 而且他答应过我 不再做贼 他不是贼 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 来维护卧龙镇的治安 但他还是在不停地偷别人的钱啊 那都是一些不义之财 是不是不义之财 不是你说了算 天下是有王法的 你怎么那么爱较劲 是非黑白都分不清的话 就枉为一个捕快 你还是想成为史上第一女捕快 对我来说 唯一能够使天下真正太平的 只有王法 你还是没有忘记你师哥 我 原来你一直都没有爱过我 我不是叫你不要揭开吗 那有什么分别呢 等你把孩子生下来 我们离了吧 爱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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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残忌人 柳春花 这个人 你可认识 黄老板 陪我能玩吗 花姐 来嘛 你是怎么做生意的 黄老板 怎么了 有什么吩咐吗 全都是 残花败流 残花败流 越来越没兴趣了 我告诉你 只要你能找个黄花闺女 多少钱我都给呀 她是我的老客户 姓黄 经常来光顾 高大人 我都被你拿下了 你干嘛还拿这破玩意压着我 你知不知道 这很重的 麻烦你把它给拆了可以吗 是啊 怎么 还压着那个东西 高大人 她武功高强 如果把那个东西拿开的话 恐怕我们所有在场的人 都不是她的对手 原来是这样 那就你继续压着吧 尤春花 你丧尽天良不仅杀害肥冷脆 还杀害了你的老客户 谋财害命贪得无业 竟然一下子夺走了两条生命 真是狼心狗肺 我说你的心怎么这么黑啊 是他们自己杀了自己 不是我 荒谬 人怎么能自己杀自己呢 你很想狡辩 他们才是真正的凶手 我错 就做得太慈悲了 慈悲 你还好意思说慈悲两个字 我为什么不能说 本来我柳春花已经家财万贯 我随时可以依尽还乡 要不是当初对翠翠有点恋意之心 我也不会 再错 一步一步地 错下去 起来起来 你个死丫头 我明明都听你说好了 你干嘛不趁着机会 求爱公子娶你啊 啊 女人去给我接客去 气死我的女人 花姐 你不要逼我 我连命都不要了 今天死不了 我明天可以再死 但是 我绝对不会去接客的 翠翠 我 你在说什么呢 你不是不知道 花姐我最疼的就是你 既然呢 嫁她不成 咱们就多努力 多赚些钱 然后啊 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不 我绝对不会去 绝对不会 你听我把话说完嘛 花姐 花姐为你想了一个既不失身又可以赚钱的好计划 你去接客 不 我不去 那不过是假装的 假装 没错啊 像你这样的黄花大闺女啊 好多老爷都想跟你共度良宵 等你啊跟那些老爷进了房之后 我呢就来个偷天换日 你保住了你的针操 我赚我的钱 咱俩 各得其所 这 还是不要了吧 你别老想着死啊死的 留得青山在 你不怕没柴烧 这说不定呢 哪天就遇到一个比爱公子更懂得珍惜你的人 你不就找到幸福美好的生活了吗 花姐我是人老珠黄 不可能了 再找佛家也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我呢 要多赚一些钱 好防老 免得老了以后是老无所依 你说 连一日三餐都没有 你就不能替花姐我想想嘛 我 我 你是帮你自己也好 是帮花姐也好 听花姐的 这才是咱们唯一的出路 哎哟 孙老爷啊 我们家翠翠啊 好几位老爷都看上了 我呢 又不想为了一个丫头得罪这么多老爷 所以啊 你可千万不能跟别人说 我只要一刻春宵 说出去干什么呀 没问题 去吧 孙老爷 我们 我们先喝杯酒吧 交给你了 来 白公子 醉醉醉 白公子 白公子 我们 先喝杯酒吧 好啊 来 你看着他 来 这边 去吧 本来这一切都很顺利 可是这个四丫头 她跟我说她不想骗人 我没办法 刚好有一个姓黄的 很喜欢这个丫头 她要的不是买翠翠的一页 而是要娶她过门 我才想 这事对翠翠来说 未必不是件好事 我为了避免节外生殖 我就没把实话告诉翠翠 各位各位 我们的花魁肥冷翠即将登场 各位各位 不得不得 各位 各位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夜春歌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夜春歌 夜春歌 在我们夜春歌 夜春歌 除了大花魁 还有很多很多美人 但今天这个美人可不一般 她的名字就叫肥冷翠 更可贵的是 她可是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我说十两 十两 二十两 五十两 二十两 五十两 五百两 五百两 有没有超过五百两的 五百两 七百两 七百两 有没有超过七百两的 八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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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超过八百两的 有没有 五百两 五百两 一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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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翠 别过来 我跟她说 这个黄老爷 咱们可得罪不起 进去吧 快 快点 快 黄老爷 让您久等了 请见谅 没事 来 坐下 黄老爷 我看 我们还是先喝杯酒吧 好 好 我天生就是残疾的 花姐没告诉你 没有 没有 你是不是嫌我难看 不是的 不是就扶我到床上 黄老爷 我们还是先喝杯酒吧 不喝 快扶我到床上去 黄老爷 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什么 花姐是骗您的 可是我不忍心 让您受骗 其实 我 我不是真的卖身 他骗我 不信 你看 一会儿 就会有人来替我了 别浪费时间了 快扶我上床 不是这样的 你等一下 等一下 黄老爷 扶我上床 黄老爷别这样 扶我上床 不要这样 花姐 扶我上床 你这死丫头 敢推我 刘春花 刘春花 赶快过来 黄老爷 你 你怎么了 刘春花 怎么回事 你骗我 我 我 我没有骗你啊 我怎么不敢呢 我真的答应 罪罪嫁给你啊 他刚才什么都说了 你用他来骗人 我要告发你 黄老爷 我怎么敢呢 来人 刘春花骗人 我没有 来人哪 都死到难事了 把刘春花抓起来 然后 你就把黄老爸给埋了 把肥乐翠给杀了吗 我不想杀他 是他要劫罚我 他进行之下 从楼梯上摔下去 当时很多人都在梦想 没有人会发现 于是 我把他扶到屋里 我跟他说 这个事情由我来摆平 只要他不说 绝对不会有人知道 可是这个死丫头个性太拒 他死都要揭罚我 我破云无奈 我破云无奈 就把他给了解了 那你就把他拆成那个样子 黄老爷家庭单薄 还能瞒得过去 可是翠翠是我们的人 他的失踪我脱不了关系 幸好 天无绝人之路 正当我想不出办法的时候 每天 我在街上 我看见了顾补快 在表演刀法 灰灰呼其余游刃 必有余地矣 就是说 动物的关节之间 肯定是比刀锋要快 只要找到中间的位置 一刀砍下去 根本就不会发现声音 果然每块骨头 都成长气息的 好厉害 他们两口子正在闹矛盾 是大家众所皆知的事 所以我将计就计 让顾补快 来收拾我的残局 哈哈哈 我姐姐原名许芳薇 我们俩是双胞胎 因为家境贫寒 被卖到了一春阁 本来 我也难逃 堕落青楼的命运 多亏我姐姐她帮我想办法 让我离开了那儿 还把我送到远郊的 一所医馆去学艺 这才扭转了我的命运 这些年 我一直努力地去学习 等待姐妹重逢的那一天 直到上个月 突然没有我姐姐的消息 我找人到镇上去打听 我知道 我这才知道 姐姐她 她被逼接客 我知道她这些年 在一春阁 一直都抢着粗活干 她不受分文 就是为了保住陈曹 不想跟她见上一面 却没想到 还没有见到她的人 就得到了 她已经被谋杀的消息 虽然 大家都说凶手是固单单 但是我明察暗访 举在这其中必有蹊跷 凶手另有奇人 而最具嫌疑的 就是柳春花 刚好我们俩是双生儿 所以 我就决定 装鬼来找出真相 徐姑娘真是聪明过人哪 若不是你装神弄鬼地 让柳春花 不打自招 这个案子可能 永远没有水落石出的这一天 单枪匹马 能想出这样的办法来 确实是了不起 不 其实 是有人帮助我的 有人帮助你 嗯 她说 他们叫独孤则男 他们 嗯 一共两个人 穿着黑色的衣服 披着一件黑斗篷 还戴着面具 哇 没看出来啊 咒译不错 哎 说起来啊 你是怎么认定 那个柳春花 就是幕后凶手啊 柳春花手上那条 蜜蜡手串 啊 对对对对 是我们家翠翠 是翠翠 翠翠翠啊 你死得好惨啊 哈哈哈哈 大人啊 你一定要把凶手给抓到 给我们翠翠一个交代啊 那是我送给翠翠的 无端端落在她手上 真相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原来如此 哎 真是天网恢恢 说而不漏 哎 还那么巧 让你看出她的破绽啊 你是说那个东西 是啊 然后我就去问莫大叔 什么东西可以制衡铁 他就给了我这块东西 一块小小的磁铁板 就特制铁杀的房秘 是四里脱千金 哎呀 真不晓得从哪儿学来的旁门走道啊 我老君练武几十年 听都没听说话 说到底她就是财迷心窍 哦 不过 这次成功的关键 主要是全靠翠翠的妹妹 要不是她装神弄鬼 我们还不一定能拿下这个蛇蝎妇人 没错 丁王 丁王 马上就可以无罪释放了 真好啊 总算是逃过一劫 哎呀 每次一说起弟妹 我的心里就特别不安 要不是当初我把你们两个那个 弟妹也不会受这么多委屈了 好事多忙嘛 好事 要不是你那天错点鸳鸯 我又怎么能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媳妇 看来你已经开始接受她了是吧 几天不见 我是有点想她 去哪儿 去迎接一个新的开始 去迎接一个新的开始 终于把她给致服了 丹丹的啊 高叔叔实在是对不起你啊 我我错了 我怎么这么糊涂呢 我实在是对不起你啊 让你受大委屈了 没事没事 高叔叔 我现在没事 能出去就好了 就是高大人 丹丹向来胸怀大量 不会怪你的 你就别自责了 那就太好了 把新衣服换上 去去晦气 先等等 刚才搬头说 有两个像独孤则男的人 把柳春花骗到树林去了 你们能确定是两个吗 我看到的就是两个 这你还怀疑啊 不可能 独孤则男只有一个 好了好了 一个也好 两个也罢 反正咱们的任务是 尽早地把独孤则男 挤拿归案 早点把他偷来的财物呢 还给朝廷 要不然的话 我 不然怎么样 不然 要是皇上怪罪下来的话 高大人的乌纱帽 可能会不保 这么严重 没事没事 不用担心 我都这个年龄了 反正早晚得告老归田 不如早点走 要不 说不出那天赛翁失马 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丹丹 穿上 高叔叔 请你出去吃饭 好不好 吃饭 丹丹 高大人 袁大人 丁宝 你这小子不赖 这大清早就坐在门口来接了 好啊 丹丹 既然相公来接你了 你就跟他回家吧 改日 我再请你吃大餐 丹丹 你这两天都没有睡好 也没有吃好 早点回去休息吧 丹丹 我们回家吧 走吧走吧 对了 这两天呢 你就不要来闪工了 等孩子出生之后再说吧 谢谢二位大人 我们先走了 好好 我们走吧 怎么了 没什么 明明有心事 到底是不是 回家再说吧 我累了 好 回家再说 我们来日方长 慢慢说 来来来 倒霉运全走 好运自然来 对 从今天开始 所有倒霉运全走了 咱们一家 一定会风调雨顺 事事趁心的 谢谢大家 上奶奶 你饿了吧 李明真准备了酸甜苦辣菜 你随便挑着吃 酸甜苦辣 姑奶奶啊 知道你今天回来 说抓不准你想吃什么 所以酸甜苦辣都做了 那姑奶奶呢 她说没脸见我 没脸见我 多大的事啊 人呢 在逛幼呢 李明 走走走 姑姑 怎么了 我一短的脸 我一短的脸干什么 我一短的脸干什么 我 怎么没脸见我了 我没事了 我 我真的没脸见你 都是因为我胡说八道 才害你受这不白之冤 我 我没脸见你 我就是想给你做一顿中午饭 要不然我早就走了 哦 这样 我还是走吧 我赶紧走 你错在哪里啊 这 就是我的错 是我跟高大人说了你的噩梦 他们才怀疑你的 那你说 不是我的错 是谁的错呢 我 哎呀 你只是实话实说 又没有撒谎 怎么会是你的错呢 而且这里是你的家 你能走到哪里去 真是的 我的家 我怎么觉得姑姑你瘦了 少奶奶 自从你被抓进大牢之后 姑奶奶几乎都没吃过东西 她一直骂自己害了你 害了少爷 还害了你们的宝宝 没几天就瘦成这个样子 但是为什么好像 只瘦了脸呢 我 我从来都是这样的 从小就这样 不管胖瘦 都是先从脸开始的 然后才是身上 那看来 这一次我被收监 也是件不错的事啊 是 坦单 不是吗 你看 姑姑的脸现在多好看 一看你就知道 以前肯定是个大美女 我们的火龙鸡花回来了 小心你的腰 什么神秘啊 什么神秘啊 他饿了 我进做饭 我进做饭 快快快 快进做饭 快快快 好好好 走 坦单 我们也进去 嗯 快吃有吃吧 谢谢主姐 谢谢 公奶奶 菜来了 谢谢 坦白 坦白 多吃点啊 嗯 我是想跟你说啊 姑姑一直把你们当外人 哦 不对 不对 是 是姑姑怕你们把我当外人 所以呢 就先生夺人 结果 坦白 你的肚子真大 你不计前嫌 原谅了姑姑 对不起啊 坦白 姑姑 谁是谁非都已经过去了 咱们以后就别再提这事了 嗯 姑姑 单单说的对 一家人磕磕胖胖总会有 只要知道大家都不是恶意 那就没事了 对吧 嗯 来 吃饭吧 嗯 嗯 哎 姑姑 最近你厨艺长进不少 哎呦 能不长进吗 你说你一天到晚在外面忙 这家里家卖的都没有人 能不长进 我是不是又说出话了 单单 单单 你慢点 小心肚子里的孩子 单单 你慢点 单单 好好的 你怎么又来了 这几天你不在家 可是你也没有去看我 你跑哪儿去了 出去了 出城了 没有啊 听说柳春花的钱不见了 啊 是吗 你答应过我的事没做到吧 什么事啊 你答应过我洗手不干的 我是没干的 你别误误我的志愿 单单 你听我说 我这段时间的确是没出城啊 我一直在那儿想 怎么样才可以把你救出来 可是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哎呀 你让我怎么说你才敢相信呢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到底是不是他 不是 你简直无药可救 哎 你为什么就是放不下呢 难道证明我是不是他 对你真那么重要吗 是 你可能不知道 你的意义孤行 会伤害到很多人的 甚至有一些人 会因为你而晚节不保 我绝对不能坐视不理啊 哎呀 你说哪儿去了 朝廷有命 高大人要是再抓不到 独孤泽男的话 就会被免职 我不能够坐视不理 哎 你就不能多想想你肚子里 孩子的幸福 这比什么都重要吗 她是很重要 但是也不能够抹杀真理吧 我作为她娘 更加应该教会她 什么是是非黑白 在任何情况底下 都不能够矫枉过正 哎 我看你还是不能放弃 独快的鼻子 你说得没错 在牢里的这几天 我终于有时间 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 我终于想清楚了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我真的不想放弃我这份工作 天下不能一日无法 就算我老了 跑不动了 我当不了捕派了 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 还是法大于天 说到底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不能以成相待的男人 我又怎么以成相待 好 顾丹丹 等孩子生出来 到时候你爱干嘛干嘛 行了吧 我不管你了 好 孩子跟我 跟你 那他跟谁姓啊 当然跟我姓了 我名字都想好了 顾丹丹 你敢 我就敢 单字一个吏 跟他娘一样 任何情况底下都要学会自吏 顾丹 顾丹 亏你想得出来啊 多难听的名字 这样他以后怎么活啊 我整天被人家笑话才怪呢 告诉你 他的名字我早想好了 笛生 爱笛生 你看 多好听的名字啊 爱笛生 爱笛生 这什么名堂啊 别笑 就是大有名堂 虽然我们俩不是青梅竹马 两情相悦地走在一起 可是在得怀孕的这一段时间 爱就是一点一点的游然而生 爱笛生 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 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被孕育出来的 是咱们的爱情结晶 所以必须叫这个名字 好 好 你们怎么这么喜欢拍掌啊 那是因为你们经常吵架 一次比一次精彩 好 回家 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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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了 回家吧 走吧 走吧 出来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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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顾丽顾丽确实不太好听 没有娘的孩子可怜 没有爹的孩子也不快 他们俩怎么就不能好好待上一天呢 俗话说得好啊 勉强没幸福 分开不一定是坏事 强烟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深深地爱着丹丹 谁 我的宝贝呗 袁大人 他可比丹丹小好几岁呢 这更说明是真爱啊 你想想 一个比自己大好几岁 身材样貌也不出众 还身怀六甲 甚至还背负着杀人犯的罪名 别怪在大好里面生死未卜的女人 我的宝贝竟然可以寸步不离地陪着她 陪她一起不吃不喝 哎呦 你想到哪儿去了 要真是丹丹丹跟爱公子分开啊 我们就把丹丹接到我们家里 难道这不是很好的结局吗 不会吧 你反应那么大干嘛 没事 没事 不行 他们两个一定不能离 离不了 孤奶奶 少爷 菜来了 来 庆祝丹丹 平安回来 对 我不能喝酒吧 对 丹丹不能喝酒 那咱们就吃饭吧 少奶奶 少爷今天特意提早关门 准备这几个菜 你快尝尝吧 奶奶 尝一尝 是啊 少奶奶 除了大年初一 咱们提早下班还是第一次 别忽悚了少爷的心意 来 尝尝我炉创的新菜 是啊 尝尝 这什么东西啊 射不出来吗 像鱼 可是又没有鱼腥味 到底是什么 这叫鱼腑 福建的菜式 做法是先把新鲜的鱼去骨 再加入一些调料 用高温油煎一下 直到金黄色 再加入一些香菜和少量的水 最后再加一把香葱和香菜 腥味就全没了 宝宝知道你怕腥 专门为你研究发明的新菜 得良好 可以给你多久 老小可以 一定是什么 你需要跑 我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